当然,他们也准备了大量的梨子,这要看妖果的结果了,妖果分为两部分,上面的部分像是梨子一样,里面的果肉很软,汁水很多,在妖果产地,这部分是作为水果出售的,因为外皮脆弱,不适合运输,如果不是原产地,很难吃到,通常我们看到的妖果就是长在这颗大果实下面的种子,如果把上面的部分吃掉,它就不会对真正的妖果造成伤害,这样一来,社会上的动物们就可以安心地享受这些果实。 用一句话来说就是,该吃的吃,不该吃的绝对不吃,大自然精妙绝伦,种子在进化的过程中,有能力与生态互动,设计果实作为奖励,吸引动物调整策略,正是种子的智慧所在,不要以为种子只有依靠动物才能发挥出智慧,事实上,种子为了散播,已经掌握了18种5G,甚至可以跨越时空,继续繁衍生息。 第三部分,我们来谈谈种子的散播技巧,作者指出,种子除了用过实惠鹿动物,请动物帮忙运送外,还掌握了飞天遁地,归天大法等技能,首先是飞行,说到种子的飞翔,你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蒲公英,柳絮等等,但是看看不远处植物留下的绒毛,就可以断定。 这种带着降落伞的种子根本算不上飞行高手,在种子当中,最擅长飞行的就是赤葫芦了,这是一种瓜科植物,生长在东南亚热带雨林,它的藤腕可以攀附在雨林的树冠上,当果实成熟时,它会自己裂开。 当果肉风干后,长着翅膀的种子就会从果实的缝隙中掉落下来,然后在空中滑翔,一颗豌豆大小的种子,坐在驾驶舱里面,可以滑行数十米,顺风的话,甚至可以漂浮在海面上,受赤卤种子启发。 奥地利人一哥爱锤奇设计了一架类似于赤葫芦种子的滑翔机,为了解决操纵性的问题,爱锤奇还在飞机上加装了一对类似鸟的尾翼,制造了一架可以操纵的飞机,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 这种滑翔机在一战期间大量生产,在军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,除了普通的双翼之外,种子还进化出了一种单翼飞行的能力,这种能力比种子更常见,比如白蜡树的种子就像一串钥匙,风树的种子本来是一对连在一起的双胞胎,在起飞前分开一颗种子,等等,这只翅膀的进化有一个特点,那就是种子越大,翅膀越大,才能传播开来,巴西斑马木的翅膀面积最大,它的种子上长满了尖刺,翅膀长达30里, 是一种非常致命的植物武器,随着它们不断飞行,族群的发展速度也是惊人的,在北美洲北部,科学家发现北美的松树正向北迁移,据统计,北美柱松树的分布范围最北端,有些族群大约在一百年前抵达这里,每隔一百年就能到达70公里,对植物来说,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, 除了飞天种子,它还会遁地,种子必须要扎根于土中,才能生根发芽,所以很多种子都有了遁入地下的能力,除了幼使动物把自己埋在土里之外,它们也通过自己的构造把自己埋在土里,细小的种子会顺着土壤表面的裂缝滑落,通过重力将种子掩埋在土壤中,有些大种子,尤其是河本科种子,通常生有短毛,称为毛毛,使种子像飞镖一样刺入土壤表面, 一有机会,它就往泥土里钻,我们平时吃的麦子和大麦都是长盲的,为了防止麦穗开裂,农民们会尽可能地把这些多余的东西清除掉,野生的大麦则不同,它们有着坚硬而又长的光芒,落在地面上的时候,会像打桩机一样不停地摇晃,将麦穗插入土壤的缝隙之中,更神奇的是,这些种子的毛毛可以吸收空气中的水分,从而改变形状,就像是人类的头发一样,当湿度发生变化时,毛毛会吸收不同的湿度, 有时会卷曲,有时会松开,这样种子就会在地面上移动,直到种子钻进了裂缝,钻进了土壤,这时毛毛的工作还没有结束,有些毛毛在吸收了水分之后,会卷成一团,上面还有稻钩,可以紧紧地抓住裂缝的边缘,让种子钻进松软的泥土里,除了飞天遁地之外,还有一种更值得称道的龟西大法,那就是休眠,处于休眠状态的种子会停止新陈代谢,即使有生命,也很少消耗营养,如果说翅膀和毛, 毛字是一种跨越空间的工具,那么休眠就是一种跨越时间的工具,我们脚下的土地里,塞满了各种各样的种子,这些种子日积月累,有的几十年,有的上百年,有的上千年,1960年,考古学家在阿根廷发现了一座古墓,里面发现了一只由核桃壳制成的古老波浪鼓,它们打开核桃壳,将种子种下去,果然,这颗沉睡了六百多年的美人椒种子, 竟然发芽了,从种子记录来看,这并不算长,最古老的种子称号,来自于一颗活了2000年的海藻种子,考古学家们在以色列马萨达宫殿中,发现了这种种子,经过实验鉴定,发现它们是在2000年前被发现的, 在考古学家的抽屉里躺了30年之后,一位农学家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把它种了下去,结果,它真的发芽了,长大了,开花结果,这简直就是造物主的奇迹,其实种子的休眠能力也是物种进化的结果,如果所有种子一起发芽,万一哪一年发生大灾难,所有的后代都要死光,如果植物的种子不能休眠,那么它就会被自然淘汰,在这种情况下,植物进化出了休眠的能力,通过安排种皮的松紧程度, 它们决定了发芽的时间和早晚,这种现象,在一年生植物和其他短命植物中最为普遍,这也是为什么原定了哀叹一年结一年,除草七年,一年之内,野草落下的种子将为你带来新的野草,总之,无论是飞天遁地还是休眠,都是植物为了繁衍后代而修炼出来的绝技,它包含着对子女未来的期许与阴切关怀,当种子离开父母独立生活时,父母就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成长所需要的条件,说到成长,最后我们来谈谈, 看种子发芽的策略,种子的萌发开始于吸收水分,首先开始膨胀,接着胚芽部分开始生长,种子吸收水分,就像海绵一样,利用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亲和力,主动吸收水分,吸水发芽速度最快的是南非百乐花种子,只要接触到水分,几秒钟之内,原本光滑的外皮就会变得湿漉漉的,黏糊糊的,这样既不会被暴雨冲走,也不会被蚂蚁吃掉, 六个小时后,膨胀的胚芽就会撑开种皮,把根扎进土里,但是发芽和分娩一样,都是不可逆转的过程,一旦发芽,就再也回不来了,所以发芽的时间很重要,甚至可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,对于这种情况,种子们早已经有了各种方法来寻找机会,一般而言,种子选择发芽的时机主要有三种,分别是时机,风险分散和生物探测, 先说说时机,事实休眠就是根据季节调节休眠期,根据季节温度和土壤湿度来安排种子休眠,并在适当的时间刺激种子发芽,大多数种子都是这样做的,埋在土里的种子感受到冬天的低温,就会从休眠状态中挣脱出来,为春天的到来做准备,有些一年生植物种子发芽的机制比较巧妙,比如阿拉伯芥,圈麦草等,它们都会在秋天发芽,虽然这样做很可能会被冻死,但是活下来就是回报,因为这些种子, 比其他春天才发芽的种子要早一些,长得更大,结的种子也会更多,分散风险,这是种子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掌握的技能,有些冬季一年生植物懂得分散风险,它们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,而是选择冬天发芽,春天发芽,如果按照传统的春华秋食模式,到了春天,种子的竞争会更加激烈,生存几率也会越来越低,至于那些在冬天发芽的幼苗,虽然个头小,种子少,但是存活率却大大大, 提高,由于种子无法计算冬季寒冷和寒冷的概率,所以有时,不休眠的种子长势良好,有时休眠的种子长势良好,从长远来看,懂得分散风险,结出两种种子的植物,胜率要比只有一种种子的植物高,这和股票投资的原理是一致的,所以我们应该把不确定性分散到不同的地方,实践证明,种子也是运用这种策略的高手,除此之外,种子还利用探测到的准确信息决定何时发芽,有些植物种子有感光, 感受气,能感知光,只有接受光的信号才能发芽,就像蜗具这样的种子,对光线非常敏感,即使温度湿度合适,只要在黑暗中也不会发芽,但是只要有一点阳光,种子就会苏醒过来,土壤里有很多对光敏感的野草,有时候种子在菜地或者花盆里翻土的时候,阳光就会给他们传递信息,告诉他们你已经接近土壤表面了,所以如果你不想拔太多的草,尽量不要去翻土,除了光感之外,种子们,还有另外一种探测土壤, 土壤是否适合发芽的方法,青草覆盖的土壤表面起到了隔绝作用,可以调节土壤中的温度,保持相对稳定的温度,没有了这层隔离层,土壤中的温度就会发生变化,许多种子都是通过温度波动来探测地表的情况,来决定是否发芽,如果感受到温度的起伏,那么种子将在春天萌发,如果温度均匀,那么种子将无法发芽, 种子选择发芽的时间啊,虽然千奇百怪,但都是在物种进化过程中形成的,最主要的目的,还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,尽可能的繁衍后代,最后,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种子的故事吧,种子们为了应对天敌和同类之间的竞争,已经演化出了精妙的应对之策,为了尽量避免危险,培育后代,种子们掌握了操纵动物的智慧,为了繁衍生息, 植物们赋予了种子上天,遁地,归息的能力,为了保证它们的存活率,种子们也有自己的属性,可以选择发芽的时间,不管是控制动物,还是上天,种子都是为了繁衍后代,延续生命,在这些精妙的智慧背后,自然物种进化的力量,推动着生物们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,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就,正是因为大自然赋予了种子这样的智慧,才让地球上的其他生物,有了生存和繁衍的空间,每一颗种子,都蕴含着开天, 天辟地之力,蕴藏着无穷的智慧,好吧,这本书就是关于种子的故事,新华笔记在音频下面,明天见!